主席 政府經常跟人爭辯 走東去走西 如果大家記得是保皇黨議員 如果記得幾個禮拜前 保皇黨議員在立法會提出 要求政府進行整體運輸策略研究第四期 因為上一次第三期已經是99年 差不多十幾年前的事 但政府就死爭辯拒絕進行 為什麼大家認為要進行整體策略是重要呢 因為現時香港的整體交通的發展 和90年代已經有重大的分歧和差異 現在等地鐵等八輛車都上不了 連過境交通都會排到百幾二百米那麼長 整個香港的發展 和回歸前已經翻天覆地的改變 所以你整個圖畫未掌握之前 你就執藥這樣 只是手處理你的腳 大腦你又不看 心臟你又不看 所以我們首先要理會 麻煩你給一個整體的圖畫 立法會是一致通過的 那一次的動議 但是張炳良呢 我一向都批評這個 政治波羅雞局長是不會運輸的 但是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運輸處的技術官僚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建議去做 他不肯做 我當時都批評我最怕這個政府 因為你沒有一個整體研究 其他你做些什麼 你就自己有本身的政治的議題 或者某一些的利益 透過這個問責官員的權力 就扎家衣做這件事 就輸送一些利益給某一些人 或者自己不懂事 聽到某一些皇親國戚講 就亂來 搞到這些事污妮丹刀 亂七八糟 所以整體 一期二期三期做完 是決定了香港過去五十幾年 整體的運輸發展 而在九十年代 到二千年 香港人都對香港整體 那個交通發展的網絡系統等等 都感到這個滿意的 直到現在這個自由行出現 是搞亂了 因為你整 你的整體運輸策略研究第三期 是完全沒有遇到自由行 去到六千幾萬人一年的 所以 你現時不做整體研究 就這樣去做這個 所謂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我覺得其實是荒謬的 因為你沒有整體 你只是做公共交通 你其他的東西沒有配套 整體的發展 不只是說交通工具的角色 包括道路網絡 人口發展 經濟發展的需求 你做了整個圖畫 然後 在這個圖畫裏面 你才知道公共交通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 我是強烈反對 今天這個議案 今天這個建議 是很重要的 一來就是偏外 我對所有這些偏外 都感到反感 就是 今年 現時 香港政府的偏外職位 是過去三十年最高的 最多的 你真是說現有些官員無能 現有些官員不懂做事 我真是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圖案可以開成這樣的 我已經寫了信給這個審計處處長 叫他落實看看現時 還有開圖案職位那個 濫用那個情況 那如果你說公共交通政策來講 今天這個 是沒有可能通過 還有今天通過這個 就是我們整個立法會 挎回自己一巴 就是我們幾個禮拜前 通過那個整體運輸策略研究的要求 是廢話來的 政府不聽我們照舊 讓你任意妄為 我想問問政府 你怎樣 你說個整體 沒有個整體的情況之下 你怎樣做這個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是 秘書長 麻煩你 主席 多謝陳議員那個發言和問題 是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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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策略研究 那個 第三次 那個報告 我們 到今天看來 基本上 仍然都是 適用的 特別是 關於 它那個有關的 主要的建議 在 過往這麼多年 特別這幾年 我們為了更適時地去回應 市民 以至立法會 對於交通議題的關注 我們是 一直都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大型 或者中型的研究 去到處理有關的問題 特別是 是 我們去年 一方面 是 發表了 鐵路發展2014 那個報告 為 鐵路發展 由現在到2031 這個時空 是定下了一個發展的框架 而同時我們都知道 市民 立法會 是很關注 在鐵路 不斷發展的同時 我們怎樣 是給市民 仍然有一些足夠的選擇 以及 其他的公交 特別 比如是 小巴 的士等等 是有一個 足夠的發展 和生存的空間 所以我們 今天 就是 提議 開有關的職位 去到做有關的工作 我們覺得這個 一方面是聚焦的功夫 但另一方面 其實觸及的交通的議題 其實已經是很多的了 這裡包括 各種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 的將來的發展 也都有一些很根本的問題 包括剛才 例如李出仁議員提出的問題 其實都是一些很根本的政策性的問題 我們都會在這個研究裡 一起去作為 所以雖然 在某一方面來說 這個我們不是叫做整體運輸研究 但是大家如果細心去看一看 裡面觸及的議題 其實已經是很多 和很廣 也都很深 這裡也都是回應了 過往一段時間 議會上 大家很希望我們 認真處理的問題 特別是有關 和公家有關的 我們全部都會放在這裡做功夫 好 好